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我来自德阳的一个小镇上 是一个先天性的兔存女孩 从懂事开始 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自信的人 新养工艺基金YoungHelp 第一期的救助人 选了今年33岁的罗莉 她先天唇裂 因唇裂导致鼻部歪斜 在慢慢修复路上遭遇黑衣美 被错误地置入L型甲体 目前鼻部已经开始发生软缩 同时人中留下了一道贯穿的疤痕 当时女生都开始暗美了 然后就开始使用唇膏什么的 我的嘴唇为什么跟别人的嘴唇不太一样 别人画唇膏为什么那么好看 为什么我画这么丑 别人可能很嫌弃我的外貌 然后就觉得我这样的女生不适合去找朋友 在进入社会后 她甚至会因容貌问题导致工作受阻 于是越来越自卑 有一次面试的时候 对方领导就说他们要求对面容要求很高的女生来从事这个工作 因为有交际需求 我觉得我适合 所以我就更加不敢去面对陌生人 罗莉之所以考虑通过整形修复兔唇和歪斜的鼻子 并不仅仅是因为出于工作考量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想要得到男朋友家人的认可 然后我就说我去做一个嘴巴的手术 让自己好看一点 以免让她的家人就直直点点的 包括亲戚朋友 就在网上胡乱的找 就很急切的心情 找到以后就去医院面诊 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简单 两万块钱就能跟你做好 就包括嘴巴 就很仓促的决定了这个事情 因为急迫的心情 更因为预算有限 罗莉找了一家号称两万块 解决她所有面部问题的小美容院 不顾她意愿 为她垫了一个L型的鼻甲体 这场手术并不成功 就像受了二次打击一样 生活中感觉挫折就更多了 开始乱缩了 就鼻孔很露 明眼人一般都能看出 就是鼻子是假的 做出来的 罗莉不是没有想过维权 但那家小美容院态度相当强势 让本来就自卑的罗莉 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去找过两次 第一次他们说你这个是在非复之中 然后就让我等等 第二次见到医生 他就说你这个术前 你本来就是属于畸形的那个 唇部和那个鼻子 就不要去期望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我去维权 她的说法让我觉得 好像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错误 手术失败后 男朋友听从母亲的意愿去相亲 他们分手了 罗莉下决心以后要为自己而活 好在她遇到了新养YoungHelp 在新养APP上补了很多很多关于医美方面的知识 看了很多相关的案例 有一些专业的科普 对我的那个修复的那些东西 大概有个了解 基本的了解 罗莉刚被选入YoungHelp的救助对象时 她的家人以为上当受骗了 但好在罗莉是新养的老粉 对新养极其了解 于是说服了家人 为了方便罗莉手术和后续复诊 我们特地选择了成都当地的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 敲定了擅长做鼻部及唇恶裂修复的田孝晨医生 大家好 我是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 整形外科医生田孝晨 我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做鼻整形修复 和这个唇恶裂方面的工作 罗莉这个客人呢 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左侧唇裂 嘴唇方面呢 它现在主要是存在一个白唇的斑 第二个呢 就是唇红圆不整齐 第三个呢 就是唇珠不居中 第四个就是 双侧的红唇不太对称 那从鼻子来看呢 就双侧的鼻孔不对称是比较明显 皮肤变薄啊 变透光啊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鼻尖变顶 这都是长期以来这个甲体的一个一味造成的 修复起来呢 它困难还是很大的 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啊 解剖结构啊 比较混乱了 或者是也损伤比较重了 都会带来修复的难度 从嘴唇方面 主要核心 是通过肌肉调整 来解决嘴唇的这些畸形问题 最后呢 再把这个斑痕修复 通过美容的方法重新缝合 对于鼻子畸形的修复呢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通过采取它自身的自体的内容 这个甲体放在鼻背上 它多少都有一些排异的一个表现 我们通过自身内容肚的话 改善了这种材料带来的问题 它变薄的皮肤会慢慢恢复 在自己那个鼻子做好一点 能跟像正常女孩一样 就不怕被陌生人盯着看的那种 经过了信仰的救助回想往事 罗莉突然发觉 当年为了获取前男友家人的认可 而轻信黑衣美 很不值得 现在的罗莉 遇到了很爱很爱她的男孩 她终于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 安安稳稳地过好下半辈子 她今年才33岁 人生的路还长 也希望每个特别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有这么几个方向还是要把握好 第一个就是要找一个正规的 合法的医疗机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她这个安全对于这个质量都是一份保障 第二点要说的呢 就是多跟医生 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多进行沟通 充分地沟通 让医生知道你的问题和你的需求 制定适合你的方案 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所以要不愿其烦地去沟通 沟通到双方都认为可以了 这样再去手术 不要太急于手术 或者一冲动就做了 其实往往后面的修复 比那个冲动做的那个手术更复杂 然后再去手术更复杂